主持人 當然各位在場的人 名言人 還有在座的朋友 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 又教授了慢手手 我自己是來自阿里山的座主 今天有誰邀請我 當然是想請我從原住民的立場來 針對這次的課標 引發了一些爭議 出一些嚴重名單 一些觀點 非常感謝 因為 實際上原住民大概像 臺灣2300萬大概50多萬人 對於很多的主流社會來講 20%很少 所以很容易被忽略 所以在教育長期以來也是被忽略 所以我們這一陣子也比較忙 就是這個禮拜大概去上網電視 然後到臺南參加記者會 昨天跑到教育部的門口 提表而言 注意得 這個有關於這個教育的一些主張和事情 所以很感謝永世的這個安排 就是說在這裡可能可以比較冷靜一點 有時候在抗議的時候會比較激動 顯見我們民間 顯見我們民間 永世是非常具有這種 異文化跟多元文化的一個 一個尊重的一些 基本的素養 那很抱歉 我剛才稍微遲到一下 我大概就整理我們這一陣子的一些想法 藉這個機會出來給教育各位 那當然是從史剛開始以方的爭議 所謂去台灣或者去中國 一個統獨或者是藍綠的一個 向來我們政治環境的這樣的爭議 所以這個主流社會這樣的一個爭議 這個原住民其實很少被關注了 原住民也很少插得上話 那可是從原住民的角度來講 我真的是要在這裡提醒各位 原住民在過去數十年來 如果加上日本時代應該是百年來的一個教育 教育的結果就是我們被文化滅絕 這個過程並沒有因為我們的素養越來越好 被文化越來越好而改變 因為我們的教育體制是非常僵固的 它是沒有被改的 所以這個課綱對於很多主流社會來講 應該是微調就已經很嚴重了 可是對原住民來講 我們還不只需要微調 我們可能需要大調 特調這樣子 我們昨天訴求是這樣 我就是還我孩子 還我教育權 還我課綱 那麼進一步要終結過去我們講的 殖民文化教育體制 這樣的一個指控 其實原住民很少會去敢這樣子 去對這個國家的教育這樣子 那我是就事實來說 這個本來就是這樣 可是我們 因為我們很多的原住民教育 說我們非常重視原住民 孩子的教育 所以我們把小孩送到學校 哪想不到 我們在一想 他們哪想到這個 送到學校就開始 這個小孩就已經跟他說再見了 所以澳洲大家都知道 有個白化政策 小孩都送到白人家庭 那個叫Stolen Generation 我們台灣沒有這樣做 是用集體的教育來偷欠 不是用家庭 各有各的悲劇 可是我們是用國家的力量 來去同化的 這跟我們在批判這個日本 這個執筆 其實我們沒有像他很多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還我孩子 所以這個另外一方面 批評謾罵 我們過去數十年來 因為住民運動已經 罵了不知道多少 我覺得不要再把重點 放在這裡 我想各位 這是一個有事之事 那麼應該要提出一個 比較積極的一個做法 為什麼過去教育部門 沒有能夠打造出 符合我們所要的教育 主要就是因為 第一個不了解我們原住民 然後不尊重我們原住民 然後一起自以為是的 這個教育專家官員 他們就這樣制定 所以就造成這樣的一個 幾乎是無可回復的 一個文化的痕跡 我們講文化的痕跡就是說 各位這種年齡 就是比較年輕的 幾乎原住民沒有能夠 可以完整的說出族語 就當作這一點 就是一個文化 語言的面前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想 如果要大條特條的話 就是在這方面 我們希望這個教育部門 需要有所作為 可是我還是要回到這個開端 什麼樣是核縣的這個教育 我們過去上四多年來 原住民都是叫原住民族 經過了幾年之後 後來憲法就把這個字 原住民後來加個族入憲了 所以我們所有的文書 所有的法律的用語 都是原住民族 不是少數民族 所以他今天這個 現在改用少數民族 顯然是要跟對方 這個要去接軌 可是少數民族跟原住民族 是不同的意義的 在這裡客家人可以叫少數民族 這個新住民 可以叫少數民族 可是原住民是不一樣 它是相對 separate 叫移來的 外來的 後來的這些 原來是 original 所以原住民族 這個在聯合國都是用這個 那中國大陸不用 不用原住民族 因為漢人在那邊也是原住民族 法北平也是他們原住民族 所以你少數民族說 你是原住民族 你要跟他們講 我們原住民族 他就會說 我們也是原住民族 你要跟我講什麼 所以只能說 用少數跟多數 因為多數常常會欺負少數 在這樣的一個螺旗上 OK 所以什麼是核縣的一個教育 你就不要用少數民族就對了 我們不是第56個少數民族 我們是屬於全球的原住民社群 另外就是說 我們的憲法也是規定了 我們後來徵修條文裡面 就是要尊重原住民的民族意願 而且我們要強調從孫中山開始 我們都講 不管國際或者國內法令都講 我們這國家是民族以利平等的 所謂以利平等不是 當你講民族以利平等的時候 是講的是值不是量 可是我們現在是從量的思維 多數決定少數 可是民族以利平等是 不管你是多還是少 不管你是強還是弱 它都是平等的 顯然是指它的特質 它的文化特質而來 所以這個平等就在這裡 所以你要保障它的特質的延續跟存在 這個教育應該是這樣的設計 如果你的教育是用多數來去決定 這個民族的 現代台灣民族常常會落足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迷失 就是用多數決定為選票 或者是說舉手的人出來決定 這個就是原住民族 作為一個真的是少數 它其實也是少數 這樣的一個困境的來源就在這裡 就是我們說這個民族 民族的制度 選舉制度的 好像是進步的 可是在這一方面呢 卻是沒有辦法能夠保障我們 原住民的 我剛剛講的平等的這個地位 也就是說如果是平等的話 這個教育應該不會說 只有原住民族學習主流 這個優勢民族的這個文化 然後通話於他 然後主流民族 這個多數民族可以完全無視於他們的存在 至少應該知道他們在 而且我們可以雙向的學習 然後要促成他們的發展 這個才叫平等的民族 這個才是和限的這個概念 所以過去以來 我們剛剛講的日本天皇 我們說日語 八十年前我們連住民都會說日語 他們曾經想黃麟花包變日本人 我們連台灣也是如此 但是我們也不是天皇之靈 那麼1945年來之後 我們中國話 我們大家都講 這個中國人我們的漢語 但是我們也不是炎黃此身 我們並不是炎黃此身 所以我們是有一個獨立的民族 那我們都是國民沒錯 我們有國民的身份 所以我們想要國民的一定 包含享受這個教育 因為我是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我要進到國民教育 但是國民教育應該是有不同的民族 如果我們真的是有不同的民族的話 那麼應該定出一個能夠符合 就是說各個民族不管多或少 只要是中華民國國民就應該去學 各位我其實要挑戰這裡 就是說我們其實沒有思考到這裡 其實這裡只有一種學習的文化 只有漢民族文化 其他的應該講的平等的少數的民族 完全在這個教育上是沒有的 沒有他們的語言或文化的 所以這個是不公平 是不公平 所以我們不只是國民 我們就是說反過來講就是 我們不管什麼樣的民族 就是我們只要達到學習國語 算數國語助理化實力 我們基本的共同必修 就是跨越各族群 那我就可以說我已經盡到了 受教育的這個義務或者是權力 那麼再超過的那就是選修了 那我想呢作為他民主後裔的 我們台灣主流社會 他要在中華文化語言 要繼續深入這個我們尊重 我們希望看到 但是你不能再要求我們 要去繼續深入到 四豬五雞唐詩三百首 中國史定什麼我全部都要背 我幹嘛要跟你一樣呢 好啦你數學這麼厲害 全世界最優秀的數學家 在我們台灣 通常阿里尼亞冠軍 你幹嘛要比原住民跟你一樣呢 我沒有必要要跟你這麼厲害 我們只要基本的就好了 有人常常批評我們的國異 我現在國異應該是不錯了 有原住民的腔調對不對 我能夠溝通就好了 我可以溝通就好了 為什麼一定要把我變成北京人呢 對不對 為什麼要指正我 一定要指正腔圓呢 因為有這樣的過程 就逼迫我 我就不能說足 當你到這個原鄉 你看到小孩 都是在講標準中文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 怎麼說 你如何面對 你說你尊重他們的元文化 你的教育圈是一再的破壞 你沒有讓他在這個教育裡面 找到自己的語言文化 然後學會 我正常的教育應該是 我會博語 而且我會主語 這樣不很好嗎 對不對 雙語文化 他有最有資格 也最有權利要這樣 可是我們剝奪了這個權利 我們否定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 除了是國民的身份以外 我們還有民主的身份 我說嚴重一點 叫Stateless Nation 沒有國家的民主 因為 這才嚴重的立場 抱歉 誰曉得什麼是中華民國滅亡啊 對 就如同過去我們所看到的 荷蘭啊 葡萄牙啊 明正啊 每個人來都宣稱的很偉大嘛 最偉大的大清帝國來這邊兩百億四百年 所以還不是結束 早上是日本 51年 51年我們靠紮伊詠金在南洋戰爭都還不相信 天皇這麼厲害怎麼會輸給這些人 對不對 最後還是要 要迎接這個中華民國啊 對不對 可是 我好像 這是一個倫提亞 好像差不多啊 不是嗎 我們也要看這個方向啊 你們自身藍寶 你們還要我 一定要變成你們中華民國 是不是 這是 我知道挑戰你們去用的一些思維 這是從原住來 實際上不是原住民都像我這樣子 我就是比較反骨一點 我覺得就是這樣歷史的徵象這樣 好了如果 中華民國是1945年才來 那是幾十年 69年前 台灣的律史是一萬年前 長編文化 原商文化 佐政人啊 好多好多遺址 然後後來的原住民唯一主人 1620年才出現第一個外來政權 中華民國是最晚最晚的65年 然後你把過去一萬年就說是中國史嗎 就說在中國 我這個從 開天 開 我記得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歷史不多啊 我是地理系的 我講一笑話 我常常叫考 我們那個 這就是我們原住民師資的培養 我這麼優秀 我不是要去培養 我去教 周祖的地理 周祖的孩子地理 我記得是 留在都市要教 漢人 中國地理 我常常考的是什麼 請問我國的首都 在什麼地方 可以為你們回答嗎 周祖要 我要為你們傷腦筋啊 你們的漢人小孩的首都就要不知道 再說 在哪裡可以回答給我 標準 你們可以嗎 標準答案是南京 南京的位置是 在哪裡 我要進一步 長江跟秦淮河 我還一起剛剛去的 長江跟秦淮河 沒有幾個 我周祖還要生氣 我要假裝生氣 我要拿出那個 這個愛的這個 這個小手要去愛的教育一方 我後來講 我這個周祖 我幹嘛要去做這種事情 我幹嘛擔心 漢人小孩不知道他 夢想中的 神遊中的 我國的首都咧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是什麼教育啊 對 我還是要幫忙 幫忙 叫你們記憶一下 這個秦淮河 我實在沒有去過 還有長江 還有長江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說 這個教育的荒謬 在我的身上 其實是發生了 所以我後來 我不想再玩這個事情 OK 那這個 歷史是如此 地理也是如此 我就說 我們的自己的小孩 我在這裡 忙著顧著 他們的小孩 不知道他的 他的手路在哪裡 我們自己的周祖小孩 不知道 玉山 不知道 這個老農西 男子仙西 索水西 還有我們曾文西 這些 非常非常多的地理 還有歷史故事 我們全知道 昆仑山 他沒有表演 他沒有盆地 天山 你是外國史 是 所以張南原住民的角度 會有一些 是更荒謬的 是更荒謬的 比起在南米這樣 統合這樣子的一個爭議 所以你們看 真的是小小的 這個周群的聲音 再來我想 就是 我要再講 就是 我剛剛是用了一些實際的例子 就是說 我們不僅是語言文化的 這個流失面絕 我們的小孩 跟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覺得 就這一點來講 我們要提出一個 就是借這個機會 十二年 由九年到十二年 國教的一個課告 一個調整 所以接下來是 比較重 這個 比較積極的一些意見 在這裡提出來 所以 這也許不是今天 這個座場會的主題 但是我還是要 借這個機會表演 因為 我想希望你們 我想你們 比較容易聽不懂 這個東西 但是就是說 希望能夠讓它變成一個東西 因為 這些意見 其實我們自己的原住民 本身 也 有時候已經 害怕到 不敢想這個問題 不敢 害怕到 不敢想這個問題 不敢有這樣的一個自主的意思 但是我這樣提出來 希望 各位 能夠幫助我們原住民 更有自信地說 你們要重建我們這個教育 第一個 如果有什麼一貫的話 主流社會知名一貫 我們原住民非常多貫 你們九年一貫下 十二年才要一貫 我們都問你們 很可憐 因為我們非常多貫 因為我們是非常的 智力破碎 雜欄無章的教育 我們除了是依附這個主流社會一樣 繼續接受同化以後 我們最近有一些努力 有民眾議員 有些議員教材 有文化教材 但是呢 這個都是被 常常被犧牲的 然後這個是圓民會 圓民會 它主要編這個東西 可是教育部 時間 空間 空間 它規定了 它規定只能夠一小時 所以 我們做了怎麼樣的努力 對不起 我們現在最近又發明了一個叫做第三學期 叫部落學校 就是說 寒假暑假的時候 原住民可以到那邊 可是並不是全部每一個人 他都只是 你喜歡報名參加就報名參加 好像夏令人一樣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不夠的 就是只要很新的重點就應該要去參加接受這個部分 這個等於是補償教育 可是實際上 這個有很多的問題 另外還有我們還有部落大學 那很多部落教士 還有很多很多不知道來自於什麼地方的一些文化的學習 總之這些東西它在教學理論上 在體制上都不是一罐 非常多罐 如果是喝啤酒我們喜歡很多罐 但是呢 教育是教育罐 再來是 這個教育部的課程 有不定的課程 不定的課程 不定的課程佔了大部分的時間 這不定課程裡面就是 我們今天爭議就是 語言是 這個本土語言是一個小時 八個原住民 一個小時 他原來是選修 答應是必修 後來還是選修 對不對 我不知道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教育課程 我們的比較具體的主張就在這裡 教育課程比較彈性 那原明會所編輯的這個 民主語言文化教材 通常都是在這裡 可是我剛剛講的有很多問題 如果明天是斷考 我們就這個要上數學 這個東西就拿來上數學 拿來上其他升學的課目 這就必犧牲 要不然上的話呢 沒有認真上 就算從頭到尾就在唱歌 唱油 那這樣唱油也是一種文化學習 但是就是說 就是那麼膚淺 就是你要告訴小孩 我們的民主語言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而言 我的意思說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能夠寬定為 原中民主必修跟選修課程 它這裡是有三到七節 最長 從小學到高中 那我們要主張就是 身向下原生到幼兒 這個部分 至少我們希望能夠增加更多的結束 然後這個叫做 原中民必修就是十四個族群 他都要必修 然後有一個選修 比如說這個學校是在亞美族 都會知道我們南語 那亞美族他是一個上海航海的民主 可是我們的課程全部都是 安土高原的那種 都大陸的 完全不符合他們 那我們就要有一個亞美族必修 比如說符合他們的傳統航海的文化 有亞美族的必修 有鄒族的必修 這個就對來其他人來講 這是選修 但是只要你落在這個亞美族學校 這個小孩子叫亞美族必修 你落到亞美族 就是鄒族的必修 鄒族的語言五二科層 不要在這兩排 這樣我們能寬定的話 這就比較 這個可以有所保障 我覺得中華民國 他可以藉這個機會來改變 那麼再來就是說 在實際的方面 我也參加這個 鄒族國教育這個課程 一個方式諮詢委員 但是呢 我其實只是邀請參加 我們並沒有主導性 所以我剛剛講 我們是一個民族 我們有自主 自決權 可是在這個教育裡面 我們並沒有 所以我們應該要讓他們 學者增加配位 讓我們14個民族 組成一個各民族的教育文會 我們現在非常多的校長 組成 老師 碩士 博士 教授 你隨便組一隊 就可以超過你少數一位 兩位懂得某一個族群的這些教授 我不是反對他們 而是他推到旁邊 從旁協助 然後這個才是符合我們憲法的 這個尊重民族意願的這個做法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不是要去排位 我們也可以在體制上 我們在體制外也可以努力 然後我們希望 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只有單向的學習和文化 我們從來沒有 我覺得是這樣子 然後就 我觀察結果 就是我們和你主流社會的 最需要多元文化 就是主流社會 因為我們都知道你們 你們都不知道我們 你們應該三向的學習 而且有非常 你要學藍魚兩美竹 你就知道你多麼缺乏海洋的知識 你要潛水二十公尺 你不要說五公尺潛水 他要潛水二十到三十公尺 那種技能 那種體能 那不是你隨便可以學習的 他們對海洋的這種生態智慧 在我們生物課程 在我們海洋課程 非常的欠缺 還不足 對我們來講 那是一個非常可笑的課程 所以我們有很多好的 對環境的這個永續來講 都是非常好的知識 就是因為主流社會 不懂這些智慧 雖然在上山亂開啃 亂破壞 大搞這個開放 他們需要透過教育 學習嚴重你的這種 倫理 環境的倫理 永續的發展 這個知識 在這裡我要講的是雙向 那麼 最後這時候 我做了一個師大人 這邊有一個師大人 叫社會 昨天我們也是在FB在討論 校長就對我們最近的一些 也因為師大畢業的校長 對我們還不感冒 抗議政府 人家政府照顧你們 都照顧得那麼好 你們抗議什麼 我就想說 不要怪他 為什麼呢 師大專門生產這樣的老師 後來當校長 然後變成童話的幫助 那我要做法就是 停止那個生產線 OK 我另外開一個 叫做原住民師之培育的 一個學程 我們生產另外一個 他會尊重 他會理解 原住民的文化裡面的 這些老師 然後我還配套的 蘭嶼需要多少人 我這裡要培養 紫松 我宅配套 來 阿里山需要多少 我宅配套 送你的一定是品質保證 尊重你的 文化的裡面的這些老師 也就是說 師大人我們要改一個 我們在這裡有 示範系統的老師 我們其實 在很多時候 在無知的情況下 變成童話的幫助 連自己演奏也是 以上是我的報告